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第七站 山林之歌 连续几天受到台风的影响 今天星星和月亮才出来和大家见面 没有光害的山林 星星变得又大又亮 用眼睛就可以看到凹凸不平的月球表面 用手就可以捧下各种颜色的星云 送给心爱的人 上天无私的恩赐 让山林人可以这样亲近星空 心中如此稀拉 家里也有星星和月亮 小姐姐晕晕胖胖的 像一颗永远的满月 小妹子淘气晶莹 像极高挂天空 闪烁生姿的调皮星星 他们是家里努力长大的星星和月亮 今早 小妹子分成粗大和中细两类 粗大的留给帮忙静月的水电师傅 让他带回去烧彩煮饭 中细的就留给热水锅炉 至于满地黄绿落叶 究竟堆放起来 然后分给快乐的果树 当作堆肥 以免阻止野草生长 以免调和酸性土壤 既省了肥料 也避免了农药毒杀 山林中 没有什么必须争的 如果有 也只是取之自然 用之自然 因为一切都是自然 两个小女儿 出来帮忙运送之夜 姐姐自愿推车 只是刚上小学的她 力气显然不足 独轮车走起来 东倒西歪 差点就压到一旁的妹妹 圆圆胖胖的姐姐 仍然努力以赴 好思一轮明月 努力向前滚动 妹妹也努力拖着两重枝叶 沙沙作响 扫过地上积水 她要大家注意 她正用两只特大号的 扫把扫地 要把院子扫乱 看着小姐妹俩 气喘脸红的样子 如何不叫人 将她们当作天上的 星星和月亮 我是否察觉自己的星星和月亮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